首先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上禮拜做的動作 基本上就不外乎就是 把那個什麼 外匯的這個 資料把它抓下來 那個外匯的資料它是一個CSV檔 那當然你要抓CSV的檔案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 其實就是用那個Credit Table 應該是算程式最簡單 當然你除了用那個Credit Table之外 其實還有別的方法 只是說呢其他的方法我試過 程式都變得比較攏長一些 不是不能做只是說呢 比較麻煩一些 那網路上當然呢有很多方法 所以你網路上Google搜尋一下 或者是你用那個CSVD 你問他他也會告訴你怎麼做 只是說給的程式嘛 相對的會比較長 而且新的版本跟舊的版本 這個產生的那個程式也不一樣 所以我只是說呢 把那個最後比較精簡的程式 把它這個提供出來 所以如果你們假設要做一些變化 當然OK沒問題 如果有更精簡的話 歡迎你再告訴我一下 所以這個資料的話在這邊 所以最後得到的就是這麼短的一個程式 那最關鍵的就是這個 那最關鍵的就是這個 叫query tables 那前面他會帶一個就是 Active Shoot Active Shoot 指的就是目前的活躍部 等於是說你前面一定要帶一個那個 哪一個工作表 那如果假設你不要指向哪一個工作表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這個敘述 叫Active Shoot 這個錢還蠻常用到的 然後增加一個這個connection 後面的參數就是我們只要把 你將來的那個csb網路上的那個連結 直接放在分號後面 它就可以直接把那個資料幫你做轉換了 所以那個query table好處就是說 它會直接把原來那個csb檔案裡面的那個痘點 自動幫你做切切割的動作 那還有一點喔 特別是就是說那個query table這個範例 其實你後面分號的部分 不見得是一個網址 將來其實如果假設那個是一個檔案的位置也可以 比如說在C冒號斜線的某個資料夾斜線的某個檔案 它也可以喔 不是說一定是網路資料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你要把外部的檔案 把它讀進來 或者是多個檔案你要合併喔 其實都可以用類似的範例 也可以把它做到 所以這個範例其實還蠻萬用的 好那所以呢 三個星期的話我們主要就是說呢 把那個最後的結果再加上跨工作表 所以跨工作表其實蠻重要的 但是很容易做錯 那最後就是說再把那個 這個折線圖本來只有兩個吧 變成三個 一個變兩個兩個變三個 那這個中間的最大的那個 最重要的就是加一個mode 比如說mode多少 其實就是求余數喔 就是除完之後的余數是多少 所以如果假設你將來要一個 不用啦 兩個的話你就mode2 mode2余1的話就單數 余0的話就是整除就是雙數 那如果mode3的話 除以3之後的余數 那余多少 不換就是余1嘛 余2嘛 然後再余就是余0 就整除 所以120 那我們可以藉由mode 除完之後的余數 來判斷它應該放第幾個 123 如果三個的話那可以這樣 所以三個禮拜最後做出來 應該有印象吧 有沒有兩個是這樣 12嘛 然後三個的話 123 那如果四個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麼四嘛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余1余2余3余0嘛 那當然有五個 不過啦 其實如果假設說 你的藍數越多的時候 其實甚至你可以不用邏輯判斷 你可以用加的 加幾藍的寬度 其實也可以喔 我試過你的邏輯判斷就程式不用那麼複雜啦 不過我是覺得程式先寫出來為優先 現在上個禮拜我們最後是講到這個 折線圖2改為折線圖3 那這個程式的部分的話呢 當然最重要就是我剛剛講的 有沒有 把這邊的話 改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 i的值 i的話我們可以把它當成編號啦 編號的話指的是第幾個匯率的資料 然後如果要抓的話 那當然就第一個就MOD3等於1嘛 然後呢 底下第二個邏輯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 這個敘述方法 跟這邊的敘述方法一模一樣 只是說前面加上else 有沒有 然後呢這邊的話就是1 2 然後反思的話 這個其實就是等於是0啦 然後整出的話 那最後記得呢 你要能夠換下一個實列的話 那記得加在這邊啦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要把這個改成 全部折線圖4的話 有沒有 那其實到底差不多吧 改的方法差不多 所以這個 我想你可以再想想看 如果把它改成 折線圖4個 4個的話其實改哪裡 當然第一個 寬度部分改一下 有沒有 然後寬度的話 我們都之前是3嘛 那 或許可以改成4個的話 記得不要 最好不要小數點 因為2.5的話 就不要麻煩 你如果2.5那它將來 因為還有一個坐標的問題 因為坐標基本上 我們要知道說 它應該放在哪一個 哪一欄的位置 所以如果假設你給它乘以2.5有沒有 哇那怎麼辦 它將來放的位置 就比較不容易 不過當然你這邊可以自己再調配一下 反正呢這個地方 最重要就是說呢 將來的寬度調整 然後呢 它的那個位置 第幾個把它做出來 那基本上就OK 所以上個禮拜最重要就是 做那個邏輯判斷 OK 多重判斷嘛 然後 那再來的話 最後還有做一個就是 什麼 跨工作表 這個跨工作表的部分的話 其實也差不多啦 反正就是 最關鍵的地方 你要知道說 你將來的按鈕在哪個位置 所以特別注意 因為我將來的按鈕 假設我按鈕會把它放在 繪圖的這個工作表 所以呢 如果假如說 我的資料來自於前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記得喔 你假設不是在同工作表的部分 那你就要加哪一個工作表的這種敘述方法 那敘述的方法 特別注意 你就要知道說 會有一個叫做敘迟的物件 那敘迟的物件的話 刮戶裡面呢 基本上就兩種方法 一個是第幾個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是1啦 蓄迟刮戶1 點後面就是它的range 所以喔 還記得吧 我們這邊跨工作表 先把它先輸出吧 兩個對不對 然後這裡的話 主要改哪些地方還記得吧 其實這個的話 是從前面把它call過來的 那主要有三個地方改而已 其他好像 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改什麼 加蓄迟 所以應該哪邊加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這個如果加錯了 結果應該就完全不同 第一個有沒有看到 就是向下追蹤 這邊一定要加 還有呢 你的source有沒有 sets source data 這邊一定要加 所以這邊加了之後有沒有 然後這邊有加 有沒有 這個要加 再來的話就是它的那個位置 本來是m跟r吧 好像是喔 這邊把它改成a跟f 這樣ok的 其他好像都沒動 就可以把它改成跨工作表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跨工作表的部分的話 主要是 如果你要的那個 一般是資料啦 如果資料不在同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你記得喔 一定要在你的資料 所以set source data 前面一定要加這個喔 有沒有 還有可能 比較容易出錯 是這個啦 因為我自己也蠻常錯的 向下追蹤 因為我都忘記怎麼樣 忘記加這個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如果喔 如果沒有加 跟加最後的差別喔 就是如果沒有加 它會以哪一個工作表 以匯圖這個工作表 向下追蹤 所以如果以這個匯圖 因為匯圖裡面喔 沒有任何資料 所以假如說你從這邊追蹤的話 得到的一定是什麼啊 Ctrl向下 有沒有 1048576 所以有同學好像 跑到當機吧 ok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什麼 就是因為你向下追蹤 前面忘了加這個啦 所以這個很重要 好像我記得 我雲端上面的程式好像 最早的 我後來沒有改 好像我也漏了改這個 所以有同學直接貼 那錯也跟我錯一樣的 然後我一看就 原來你自己也沒改喔 那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說 跨工作表我希望五個啦 所以剛剛是 是兩個圖嘛 兩個 那如果要五個的話 有沒有 五個 那就是兩欄 兩欄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呢 你可以看得到 那其實你說 為什麼需要把它縮小 其實你會發現喔 如果這樣看的話 像那個 美元對新台幣 就是亞洲貨幣的 好像都相對的 美元是在貶值 可是如果是歐洲的貨幣 美元 美元 美元好像也在貶 然後美元全 全球的幣 好像都在貶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元最近貶的話 黃金好像就就漲了 有沒有 所以那到底會不會 會不會繼續跌啦 不知道啦 不過其實喔 這個你至少給一個參考 OK 所以請各位試著把 上個禮拜的這個部分 稍微做個複習 最好回去的話 可以的話 就是把 我們前面所做的練習 通通都做過啦 我上個禮拜有講過啦 反正我只要做 一個SUB 一支程式喔 那我是建議 就是寫一個按鈕 所以每一次來練習的時候 執行一下 東西都還在 所以你只要寫一個SUB 你就是 把一個按鈕給建立起來 那將來的話 回去可以試試看喔 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把那個 程式試著再寫寫看 如果寫得出來 表示你真的是學會的 OK 像這邊 看一下 這是跨工作表 五個 所以五個的話 其實 主要 我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 for i mod 5 有沒有 余1 余2 余3 余4 然後這個是整除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結構就變得更複雜了 有沒有 等於是說 一個if 然後帶了 總共有三個else if 然後後來我改寫另外一個方法 因為我覺得這個寫法好像太複雜了 我就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寫這樣子 前面總共有五種邏輯 後來的話我改了另外一個 我改了邏輯是什麼 如果 mod 5 它不等於0 不等於0的話 意思是什麼 就是 它不是被整除的話 那就是1234 如果是1234的話 你說老師 那這個地方如何讓它可以 1234 放在對的位置 其實後來我想到一個規則 反正就是說 讓它用一個演算法 就是第一次 也就是放在原來的位置 第二次放它 以兩個欄 第三次 再以四個欄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 我用iMode5-1 來產生 所以這樣的寫法更精簡 可是這個可能要想一下 然後我就把這個寫法 放在那個 雲端上面 有沒有 我按下去 結果一模一樣 有沒有 這個跟這個一樣 但是兩個寫法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一個是用那個 就是 iMode5 等於1234 0 那這樣的寫法 其實 會比較 怎麼講 永長一些些 如果你要精簡的話 其實可以寫下面這個方法 不過這個下面方法 我是覺得難度會比較高 那這邊的話 如果有信學同學 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好 那今天呢 那也許我們繼續再來 利用那個Creditables 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其實還蠻簡單好用的 去抓取那個 大樂透的歷史資料好了 如果 我們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呢 把歷年來的那個大樂透歷史 在這裡 那我後來找了一個 網站 這個網站的話 其實還蠻悠久的 然後這個網站裡面的話 基本上 它的規則 它已經把上面的那個參數都寫在 我們的所謂的URL 上面就是網址的URL 那裡面的話 總共有幾頁 總共有72頁吧 我發現這邊總共有72頁 我發現這邊總共有72頁 如果要把這72頁的資料 全部都幫我從網路上直接就匯到這個 我們的Excel的話 它的方法很多 不過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還是用Creditables OK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網站 其實這個網站應該存在 我想應該它應該超過了20年30年都有可能 因為它用的技術網 真的是非常非常久遠 它叫ASP的 這個技術的話 應該已經有 我看應該有個30年的歷史了吧 所以像這樣的ASP的技術網站應該蠻少的 但它好處是好像還蠻省資源的 跑起來蠻快的 那我們待會來看一下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請各位把上個禮拜的外匯資料下載 稍微複習一下 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針對剛剛提的 你們找一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二個單元 02 然後用Creditables下載大樂透歷史資料 請各位想一個方法 如果今天我想要把網路上 大樂透歷史資料全部都匯整到我們的 我們的Excel的話 那該怎麼做 如果不用人工的方式來做的話 當然除了用Creditables之外 其實也有別的方法 不過目前看起來 用Creditables顯然是比較簡單